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内地股市每日除了报道成交金额之外 还有一个叫两融的数字 究竟什么是两融呢 两融和股市又有什么关联呢 两融其实是指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 融资交易即是证券行借钱给投资者买股票 在香港俗称孖钱交易 融券即是投资者向证券行借入证券来沽货 在香港就叫做沽空 投资者可以利用两融余额的高低去判断市况的好淡 融资余额持续增加 表示投资者入市态度积极 利好后市的发展 相反融资余额萎缩 反映股民参与度减低 不利股市气氛 90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融券余额 被视为后市好淡的分水岭 高过9000亿元人民币 就有利后市向好 低过9000亿元人民币 后市就会较为疲弱 在2014至2015年的A股大牛市当中 上证指数由2000点水平 升至超过5000点 同期 两融余额 亦由4500亿元人民币 急升至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 总结而言 两融余额的高低 是A股好淡的温度计 两融越暢旺 即是表示投资者 落于进行孖展交易 股市气氛就会越好 相反 两融萎缩的话 成交就会淡静 投资者就要对后市保持警觉 我做到止 哈 三 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